欢迎持续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请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台中名车打人案有最新的进展 三名二少其中之一李伟林当时被警方查出是驾驶 而他的爸妈首都青上火线说明 除了向当事人以及社会道歉 也坦诚疏于管教 暴力事件风波越演越烈 彰化食品公司暂停营业一天 台中名车打人案持续延烧 彰化金绿素来到食品工厂 因为有人举报疑似有违建 文口贴了告示 今天12号门市暂停营业 政府人员入内机查警卫把关没有多回应 初步调查没违建 但农地当仓库已经违法 那农地区本身没有办法去当工厂使用 那我们目前也查不到这两家工厂有来申请纳管 不只违建怡云 还有人爆料疑似有实案风波 实际查证是105年涉嫌广告不实 网路上食品工厂被狂洗一心扶贫 地址被乱改分类变成棒球队 就连通路商和市场也不卖他们家产品 我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这样讲 谢谢 爸爸无奈孩子没交好确实是自己的责任 但害的公司也被波及 对员工感到抱歉 也有网友认为三名嫌犯都已经成年 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不应该波及无辜的家人 另外涉案的驾驶李伟玲 被外界起底 家里经营车船工厂 成奇数日爸妈出面回应 李伟玲爸妈说看新闻才知道孩子出事了 生活中后疑似不帮孩子买机车 关系闹僵 最了解他的哥哥在台北当警察 奥利案事件发生后涉案人全被收押 家长出面代为道歉 也沦为外界攻击的剑把 孩子犯错 做爸妈的却只能概括承受 新北街头发生重大抢案 一名男子身上带着千万元现金 准备牵车离开突然遭到袭击 一群歹徒向前围殴还喷辣椒水攻击 抢走他的包包 得手后迅速开车逃逸 整个过程都被附近的住户录影拍下 警方到场之后却发现 现场疑点重重 深夜街头传来救命声 只见一名男子在大马路上 被多人包围痛哦 楼上住户目睹全程 连忙报警 路过民众看到也上前帮忙赶人 被害人死命呼喊 挣扎一分多钟 无奈身上包包被抢走 一群嫌犯开车扬长而去 得手一千万现金 其中一名同伙落单 差点被丢包 在后头紧追一段路 才跳上车逃逸 强案发生在11号晚间7点多 新北市中和移出社区前 监视器拍下 被害人当时开车准备离开 发现轮胎被刺破 下车查看 一辆白色轿车 突然急驶而来 四名扼煞下车 把被害人拖在地上猛打 混乱中还拿出辣椒水喷洒 42岁的蔡姓男子 被打到头部受伤 由于案发前 他曾到附近大楼找朋友 警方到场访查 发现屋内三名男子 正在吸食毒品 公称听到朋友呼喊救命 冲下楼查看 已经不见嫌犯踪影 警方到场见识 在被害人车上 采集相关指纹 他第一时间变称不认识嫌犯 也不记得包包内放了多少钱 只说是要投资直播平台 他身边的朋友 通通被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街头抢案疑点重重 让警方怀疑 整起案件不单纯 自知之中 这起千万元抢案 警方获报后 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陆续逮捕到了三名嫌犯 终于拼凑出了 整起案件的原貌 原来双方都是地下会队 集团的成员 得知被害人 有一笔千万现金的交易 黑吃黑 警方拔枪赫斥 穿着羽绒外套的男子 双手抱头 乖乖趴在地上 他是犯下中和强案的汪性共犯 逃亡17个小时 在卢州一间修车场落网 几个小时前 警方先在土城 带到27岁的装姓男子 他帮忙开车 同伙则是负责行抢 42岁的蔡新被害人 第一时间对警方有所隐瞒 损失多少金额说不清 还是身旁有人说出 被抢了一千万 这笔钱一开始 说是投资直播平台 后来又改口投资虚拟货币 说此反复不敢说实话 因为他认识嫌犯 双方都是地下会队集团成员 被害人当天到客户家收取现金 准备交给上手 转换成虚拟货币UB 却被其他成员盯上 设局行抢 嫌犯知道被害人的行踪 知道他晚间会到这里来收取款项 因此设局这起抢案 他们从下午就一路跟踪被害人 趁他进到大楼收钱 实现刺破他的轮胎 再等到他下楼离开的时候 上前行抢 嫌犯一群人开着白色轿车 行抢后开往阳明山上 把车丢在偏僻草丛中 再由其他同伙前来接应 一群六个人逃下山后 不仅换车还变装 躲避警方追气 包括策划整起抢案的主嫌在内 还有三人在逃 被害人被偿的一千万 目前只追回四十几万 这笔钱是否涉及不乏所得 警方还要再追查 地下会对集团黑吃黑 被害人再怎么提防 恐怕没想过会掉进自己人设下的拳套 TVBS的烈云敏捷一席新北市报道 再来关注距离四大公投 剩下一个多月了 TVBS进行最新民调显示 禁止莱猪进口 还有挺公投 绑大选的这个公投案 有过半数的民众是支持的 所以有可能会过关 不过三接千里 以及重启核四 则是态度分歧 恐怕还难以预料 宪明案爆发后 退出民进党的立委黄国书 首度踏上院会质询台 是不是可以踩相同幅度的调幅到4% 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的方向 好 请问院长 好 可以哦 好 没有问题了吧 好 气氛冷到破表 黄国书似乎有些尴尬 但苏回或许能小小自豪 根据TVBS最新民调 他的满意度对比两个月前增加了3% 走后也增加4% 花了一年终于扭转劣势 满意人数再度超过不满意人数 虽然表现不错 却没反映在四大公投的民调数字上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好 拿着撞球杆 一周至少跑十多场说明会 但最新民调禁止来出进口 高达55%同意 比不同意多出13% 沟投榜大选五成同意 互藻礁公投同意和不同意的差距在4% 唯独重启核四不同意的有45% 但差距只有3% 等于绿营大喊四个不同意当中 暂时只有重启核四达标 效果好像没有很好 现在最新民调还是这样 这是民意的展现 民主国家 我们都要听民意 周选会11月13日将举行首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 一路从下午1点讲到晚上7点半 自己要亲自上阵 目前准备了怎么样 没有问题 我们就是把这一些相关的情形让大家知道 说我们三街其实没有盖在扫街上 强调三街对电力供应非常重要 剩下一个半月各派继续冲刺 TVBS 李国盛 刘婷婷 特别报道 一二一八公投即将登场 国民党展开宣讲 喊出四个同意 跟大打团结牌 周日要集合主席朱立伦 跟前总统马英九 一起为公投催票 不过自家人似乎对于公投 还有些杂音 公投顾台湾 民主拼未来 带头集合立委帮公投催票 提案公投绑大选的国民党立委 将启程找来立愿同事 联合申援挺公投 就连前副主席都就来了 我们共同认为 国民党对公投一定要有立场 我们的立场也一致决定 就是我们四个都同意 大咖齐聚就是要帮 14号的台中宣讲打广告 到时候连主席朱立伦 跟马前总统都会来 国民党公投大打团结牌 说宣讲催落去苏朗无苏丁 但是自家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声音 全力推动国民党所领衔的 反乃猪公投跟公投榜大选担 这个公投 也容许支持者或党员 有不同的选项 这个意思是四个不一定都同意 林维州脸书写的更白 说他的选项是三好一尊重 因为核四重启 不在很多人的选项当中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但是对于核电在现阶段 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到达 足够供应各种其他能源的时候 为确保我们的精细 我们必须还是需要使用核电 我们看监察院在公投前夕 公布了核四的报告 然后这个时间点被外界质疑 好像有点怪怪的 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 力挺以和洋绿的马前总统 质疑监察院在这个时机点 突然纠正核四有问题 难道是国家机器又动起来了吗 TVB新闻 陈胜文的历程伟家企 SNG小组台北赛访报道 中共六中全会通过 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除了确定明年下半年 要召开二十大 也达成了两个确立 分别是确定习近平的党中央核心 还有习近平新时代的指导地位 在这之前只有两次历史决议 分别是在毛泽东跟邓小平执政时期 而这份决议等于是把习近平 跟毛邓并列 为他的长期执政预先铺路 为期四天的中共六中全会 十一号闭幕 中共通过党史上第三次的历史决议 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铺路 上次中共通过历史决议 分别是1945年毛泽东 和1981年的邓小平 如今第三份决议 等于让习近平与毛邓并驾齐驱 并宣告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 回顾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 先是打贪打虎拉下周永康薄熙来的人 2017年再把习思想写入党章 隔年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一步步朝习皇帝之路迈进 近期习近平权力越收越紧 在香港议题上签署港版国安法 打压科技巨头 整肃娱乐圈 就连小学到高中都要研读习思想 从小开始洗脑 习近平加强打造个人崇拜 像是这次公报有关自己的篇幅就占了三分之一 名字被提及的次数也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 相反的公报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 却提及了台湾议题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情境 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已经走向危险的强人统治时代 包含军事扩张也开始威胁到美国 不过下礼拜一拜登和习近平终于要展开视讯对话 会谈前白宫国安顾问苏令文强调中美两国没有要进入新冷战 另外传出习近平可能会在视讯会议上邀请拜登出席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 不过中国因为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权记录不良 这个邀约恐怕会令拜登很尴尬 可以确定的是两人过招前12号晚间会出席 APAC的视讯会议两人也会各自来发表演说 TVN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将举行视讯会议 习近平是不是给出了和解的前奏曲呢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中美关系有可能降温吗 因为就在11月15号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线上的视讯会谈 那据中间的人士就透露说习近平应该会在这个线上会议上 邀拜登来出席北京的冬奥 那到底该怎么回应现在拜登要怎么样来接招呢 因为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那可能这个中美关系会再度的恶化 可是如果答应的话 在一些人权等等的主张上 又是违背美国的立场的 也就是说现在拜登要赶快思考该怎么样来回应了 其实虽然现在中美到底什么时候要来见面 双方不断的有在磋商在讨论 不过像是解放军平平老台 还有五角大厦的指控说大陆的核武术被针 以及英国媒体也暴露说 大陆试射极因素飞弹都被解读 这个让美中的冲突近期可能是升温的状态 但随着视讯拜习会即将要登场了 似乎这个强异立场也趋缓了 像是大陆驻美大使秦刚 他就说了中美关系就是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所以希望说推动重回正轨 白宫的国安顾问苏立文 他说公开反对促成 共产中国体制改变的立场 习近平他自己在11月10号的 Apple上的发言 他也说合作确实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亚太部应该要回到冷战 对立撕裂的方式 所以这个看起来和解的红地毯似乎已经在铺了 大陆双11购物节迈入第13年 不过今年厂商特别低调 不像过去会及时刷新交易额 这主要是因为大陆市场监管局加强规范双11 还有北京近期强打资本主义 让业者都不敢太高调行事 不过天猫还是双11的隔天公布了交易额 达到2.3兆台币 又创下了时尚新高 今年双11购物节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 虽然还是有演唱会 只是少了这个画面 过往双11不论天猫还是京东都会及时刷新交易额 但今年却很低调 街坊民众也不再这么狂热 其实大陆市场监管局6号就发布规范 禁止不当的竞争和刷单 天猫因此隔一天才公布战报 但数字还不错 统计显示截至12号零点 天猫双11交易额达到5403亿人民币 约台币2.3兆 比去年的4982亿人民币还要高 而另一个电商巨头京东的下单金额 则超过3491亿人民币 约台币1.5兆 在电脑数码品类产品中 高端笔记本电脑成交额同比增长260% 降噪耳机也取得了成交额同比10倍的增长 不过今年厂商小心翼翼就是怕又被盯上 因为北京近期从封杀大明星到加强对腾讯或是恒大的监管 都显示习近平有计划严管资本主义 也不容许有炒房行为 先前深圳市长等18名高官就疑似因为与炒房事件有关 通通被请辞 而4月10阿里巴巴则被指违反大陆垄断法 遭罚182亿 业者只能默默苦吞 至于双十一虽然在大陆内部转为低调 但对外大陆却宣扬 中国包裹撑住了全球供应链 来自中国的包裹 敲开了越来越多人的家门 陆媒还访问各国消费者 开心在双十一消费买大陆商品的心得 媒体在报道中强调 沈阳快递人员就算面对暴雪天的糟糕路况 依旧使命必达 甚至在雪中推车 这次的双十一阿里巴巴也首度使用 名为小蛮驴的自驾无人车帮忙送货 并且成功配送超过百万件的快递 业者也抢大冬奥话题推荐特许商品 向这款小音箱就能与使用者进行互动问答 还能播放冬奥歌曲 以及一款环保冰壶还有猫雄造型的连貌围巾 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 中兴通信等被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电信设备清单的企业 然而今年在大陆双十一表现不俗的华为 持续被美国盯上 拜登十一号签署安全设备法限制华为和中兴通讯等 获得美国监管机构合发的新设备许可 以防威胁国安 TVB新闻综合报道 黄金价格跟美元双双大涨金价上升有三大因素支撑 我们在请坐横告诉我们 好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注意到吗 近期的黄金价格是已经创下了五个月的新高了 它已经突破了1835美元 更突破了四个月阻力区 后市挑战要达到1916美元 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投资者希望寻求更能够保值的商品 还有就是ASEP以及资金回流 推动亚洲的黄金需求 以及大量的黄金在第三季从ETF市场上流失 不过现在也观察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因为普遍来说美元升黄金就会跌 美元跌就会黄金升 应该是呈现一个反向的走势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确实美元升黄金的价格 也在上涨当中 现在就有专家他们就分析 他认为说这是因为美元运气好 怎么说呢 因为美元指数可以升至95 是创下16月以来新高 原因就是因为英镑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 还有欧元也是创下了新低 等于说是其他的货币太弱 才会造成美元升高 印度疫情严峻的时候 曾经一天超过41万人确诊 而今天新增确诊已经降到了一万两千例了 不过这几天恰逢传统的节庆 又有大批信徒在河中沐浴 不但疫情可能再起 也造成河流严重的污染 亚木纳河就浮现了大量的有毒泡沫 另外因为燃放鞭炮 空污的问题也持续恶化 空拍印度亚木纳河被大量白色泡沫覆盖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碎裂浮冰 看似梦幻浪漫的河景 其实毒得很 明知道有毒信徒还是站在水中祈祷 还用毒泡沫搓洗身体 不止气味刺鼻 含有高浓度的胺及磷酸盐 伤害呼吸道皮肤 上游的违法牛仔布工厂 被点名是污染源凶 除了毒水外界也担忧群聚再爆新疫情 因为信徒们共浴的画面跟今年4月的大型庆典活动 大湖节很类似 当时65万人涌进恒河沐浴 造成2000多人染疫 间接导致印度在5到6月成为全球疫情镇央 恒河出现上千具浮尸 光5月就有900万人确诊 从每日新增确诊数曲线图来看 印度最高峰出现在5月6号 新增超过41万例确诊6到7月大幅下滑 周五通报了单日确诊数1万2000多例 11月4号是印度重要的传统节日排灯节 印度各地市场里人头传动 但是戴口罩出现的人几乎不到一半 目前印度多地已经恢复疫情前水平 也重新开放实体教学 但从月初排灯节再到日神节 大批信徒在河中沐浴除了疫情隐忧 污染的也不止河水还有空气 台灯节一口气点亮90万盏油灯打破金氏世界记录 加上狂放鞭炮导致印度北部空污更严重 新德里的PM2.5浓度一度超标高达15倍 几天过去了整个城市还是笼罩在毒雾中 新德里政府一度出动多达144辆洒水车穿梭市区 但效果有限德里地区有近80%家庭 已经因为空气污染出现头痛呼吸困难和流鼻涕等症状 至于印度南部则因为暴雨酿灾 水没有办法排出去灾情惨重 居民说没食物又没地方睡觉 东北季风带来的豪雨狂炸至少夺走41条人命 从毒气毒水到洪灾稍微摆脱疫情的印度显然还无法松一口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位于印度洋的马尔地夫正在面临三重生存威胁 珊瑚礁逐渐的消失海平面不断的上升 还有雨季跟热带风暴变得更加频繁 50万人口的家园岌岌可危 那么TVBS新闻合作伙伴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 就前往马尔地夫深入采访 要带您来看看马尔地夫如何自救 避免成为气候难民 热带天堂马尔地夫位于印度洋 是全球地势最低的国家 50万人口生活的家园 因为快速上升的海洋面临生存威胁 你知道谁在这场场上升最初吗 不是那些旅行的酒店 马尔地夫居民穆巴瑟妇女 见证了岛上的戏剧性变化 当地居民因为海平面上升 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 还有新鲜水源 穆巴瑟的水井被盐水污染 就像全国97%的人一样 他们不再有新鲜的地下水 现在只会是天空的地下 只会是天空的地下 你有足够吗 没有我们没有足够 我们想到最后一世代的事情 我们现在感觉到现在 所以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到海上升 你的岛上升 你会做你的岛上升 美国广播报司ABC新闻记者 造访名为葫芦玛丽的人工岛 首先要务解决过度拥挤问题 这座岛的建造高度 比起马尔地夫其他自然岛屿 高出海平面两倍 马尔地夫人称他为希望之城 但希望正在减弱 马尔地夫前总统纳希德 对于今年的COP26大会 有很深的期望 当山谷桥死亡时 马尔地夫岛屿就毫无防御能力 当地一位环保行动人士 启动名为 拯救海滩的珊瑚礁修复计划 帮助马尔地夫人保护自己 尤其是幼童 马尔地夫将新建一座永续漂浮城市 上头有医院、学校以及五千栋房屋 马尔地夫正面临三重生存威胁 珊瑚礁逐渐消失 海平面不断上升 雨季和热带风暴变得更平凡 不想沦为气候难民 马尔地夫努力自救 TVBS新闻综合报道